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咱们来聊聊一个国内的事件吧 现实魔幻主义啊 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啊 不应该出现的事情出现了 而且还不止一段啊 古代有什么呀 有潘经莲啊 毒杀武大郎 然后跟新明庆啊偷情啊 那后来呢也是被武松给弄死了 叫罪有应得啊 你看光武大郎跟西门庆啊 还有这个潘经莲的梗 那倒都是流传至今 但是到了现在这种剧情啊 呃或者说这种啊 男女之间的事情 有时候看多了吧 就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就太魔幻了啊 今天这个事情呢 咱们来了解一个人叫翟欣欣啊 有网友说呀 这个真爱生命远离少父 我们来看看啊 翟欣欣没吃牢饭之前呢 嘴巴那是相当的硬 时不时就以法院见威胁批评她的网民 没想到她认罪了认罪了啊 法院见动不动 咋回事啊 这个女的 怎么这么硬啊 啊 你一看她的人生过往 我靠不寒而栗 先大致过一过啊 太恐怖了 翟欣欣一共结过四次婚啊 第一段的是2011年 读研同学婚姻70天 两个月零食天 获得20万加大众 这应该是她的创始资金啊 第一桶金赚到手了 通过这20万加大众给自己包装啊 做美容保养还挺漂亮 你从这个神明角度 女孩子确实挺漂亮的 然后呢 有了资本就可以拍更高的高真 2012年婚姻90天 还行 延长了一个多月啊 获得了750万加宝马 这一下子资产翻了多少倍 30多倍啊 有了这个750万加宝马 那可以给自己打到一个贵妇的人士 然后就可以攀更高的有钱人了 然后到了第三段 2016年婚姻几个月 获得北京一套别墅 哇 2016年那时候北京的房子是最高的时候啊 那不得一两千万 两千万打底啊 又翻了三倍又乘以三 我操 到了第四段 逼死了苏哼帽 苏响帽啊 私人丈夫死了仨 没有一个婚姻超过一年 别人说呀 翟欣欣可能还有两条人命 那两个都是 莫名其妙的死亡啊 前面几个可能还有待于调查 呃这个案件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挖掘啊 但是咱们今天重点来聊哪一个 他的第四任丈夫啊 翟欣欣涉嫌敲诈勒索案最新进展 知情人士称他已经认罪 认罚 或将获得十年以上 如果真的是踏上几条人命 哼 十年都轻了 文件讲 三月七日微博ID 苏享冒的哥哥苏享龙 发微博称 索要千万逼死老公的翟欣欣 因涉嫌敲诈勒索已经移送法院 这是三月七号然后到了三月二十五号啊 然后进一步啊 得出信息 翟欣欣被抓后啊 目前已经认罪认罚 本案涉嫌敲诈资金巨大 将获得十年以上 此外该案开庭时间待定 苏享冒家属将提起刑事诉讼 待民事诉讼啊 一个人呢 在网络上在牛逼啊 在家里边 他这个对这个丈夫 在牛逼 一旦进了法庭 一旦进了审讯室 我跟你讲 人家是专业的 专业的 不要试图耍聪明 你不老是有一百种方法让你招啊 所以说 在进法庭之前 在被抓之前 那都是口口声声 你们在网络上暴力 暴力我惹我 那我就要打官司见啊 打官司吧 进去了 获行十年以上啊 他会干嘛 敲诈他的老公啊 敲诈勒索公司财务 数额较大啊 或者说多次敲诈勒索的 处三年以下有机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以罚金 数额巨大的啊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机徒刑 数额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 他就是属于特别巨大的了啊 或者说是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机徒刑 那我们得看这个事件回顾了啊 这又是把这个时间线推到了2017年啊 9月 然后手机应用 这个微风的创始人 苏想冒 跳楼身亡 留下遗书称 是被他前妻给逼的 遗书称啊 17年3月30日 二人通过网链认识 同时同年6月7日领证 3月30日就像是4月了 然后到他两个月就领证了 这时间也太快了吧 我记得当时我关注过这件事情啊 领证领的太快了 然后7月18日办理离婚手续 6月7日 7月7月8日 一个月 一个半月都不到 就要办理离婚手续 啊 专业的 专业骗婚的 这就是啊 苏想冒层的遗书中提到啊 资金链断裂 我很绝望 因此 翟金链索要一千万 作为离婚赔偿 啊 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要一千万 导致苏想冒资金断裂 被外界普遍认为是逼死的原因之一 这是2017年 9月 2009月啊 3月认识 6月领证 7月离婚 8月9月 两个月之后被逼得跳楼 然后到了2018年 家属就提起了民事诉讼 将他告上法庭 要求法院撤销苏想冒价值千万的赠欲 并要求对方返还 近百万现金 然后到了2023年 五年过去了 北京市传言法院啊 宣判 判决翟星归还苏想冒家庭 这个家属现金 汽车共进千万以及撤销 翟星星海南北京两套房产的 个人所有权 然后翟星星在离婚过程中采取胁迫手段 使苏想冒处于恐惧而做出非自愿的表示 符合可撤销行为法律特征 这只是其中一个一个案件啊 另外呢 网友的爆料啊 之前还有呢 这是三段四段婚姻 四人丈夫死了三个 我现在我关注的是这四人丈夫除了松小茂 还有另外两个府的什么原因啊 估计这里还有事我估计事没有完 我估计这里面还有瓜可以吃 别着急啊 回头有更新的咱们可以继续来挖这件事啊 这个女是什么呀 这就是一个职业骗婚的 职业骗婚 这种事情在国内曾经出现过 我当时是什么情况的 有一个女的 也是 就是几乎是半年结业死婚 半年结业死婚 啊就结婚之前各种要财礼各种提条件 男方满足之后结婚啊结婚之后呢 就开始各种作各种闹 闹离婚离婚呢就要分家产啊 长得还挺漂亮一次两次三次可能南南方都认倒霉 好像也是后来碰到一个硬查刚结婚没多久 又又闹离婚又开始作结果呢 卧槽男的又直接把他给囊死了 给弄死了直接把他 我看了这一段 其实我还挺快感的啊 就是恶人自有天收啊 这就是属于职业骗婚了 职业骗婚了 在这里呢 就是说咱这期节目呀 咱对女性没有恶意啊 我相信这种事情啊 其实是女性的朋友们看到了 也都 怎么说呢 既当又利啊 既当婊子又当排网 啊当婊子是怎么当呢 啊就是说这个 动不动要要钱呢 啊立排放呢 我这是离婚呢 离婚呢 有有证啊 法律保护的呀 既当又利啊 所以说 网友就这么调侃啊 远离少妇 真爱生命啊 这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挺这个 魔幻的啊 也就是在中国能够发生啊 有很多事情可能处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时代 呃会产生不同的事情 现实魔幻主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呀 是发生在80年代哥伦别亚 一个独销 他要竞选总统 他能够让这个游击队打进这个国家最高法院 呃 你这是现实谋犯主义吗 不可思议啊 然后在中国这个现实谋犯主义呢 哎 历朝历代都没有这种事情吧 你说古代 骗婚的 不敢说绝对没有 但是 哎 没那么普遍吧 现在好像在这个 把结婚药台里啊 都已经成为一种生意了 啊 说嫁闺女还是卖闺女啊 啊 这个瓜呢 我估计还没吃完啊 有最新的消息呢 咱们继续再做节目 好吧 那先说到这里